打开雨伞翻过地上 一颗颗白色冰线从天空落下 让上山追雪的游客看了超级兴奋 白色冰线散落在汽车引擎盖上 伴随劈里啪啦声响 让半夜就上山的追雪族 看到眼前这一幕 觉得再辛苦都值得 即使山上低温还没有到下雪程度 让人有点小失望 但游客苦中作乐 在现场拿起冰线车上堆起白色小鸭 玩得好开心 受到零下低温结合湿冷水气影响 海拔3000公尺的南投武岭山上 有机会降雪 不少游客一早冲上山排早打卡 2号上午7点多已经下起了冰线 快要变成一片银白世界 雨山竹风线 尤其是风口地区 因为目前有结霜 然后冰线的一个状况 追雪人超多 连带让武岭的松雪楼 用餐的人也增加不少 因为许多游客纷纷躲进室内闭寒光 看大家穿得好厚重 一边喝着热汤吃早餐 一边聊天 让餐厅变得好热闹 本次寒流来淋山区 除了下雨 气温亦低 请上上游客做好把暖工作 气象鼠先前预报 三千公尺以上的高山有机会降雪 不过这波东北季风水气足够 但似乎温度不够低 尽管没看到预想的雪花落下 不过天降冰线 还是让游客觉得很满足 近新闻红瑞里秋平一采访报道 感谢观看